兄弟们,这个游乐场太气派了,太大了,看起来太好玩了,我太喜欢了 不过,这个游乐场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呀 只有我一个人,难道是我来得太早了吗 好了,不管了,我们先来玩一下这个滑滑梯 这个滑滑梯上有水,走上去应该就可以直接滑下去了 我来了,滑滑梯真好玩呀 我们溜着这个地方就可以下去了 真好玩,这个滑滑梯太好玩了 小伙伴们,你们喜欢玩的话,快来呀 这个水太深了,我们赶紧走赶紧走 不会游泳就不要玩这个游戏了,这个游戏真的是不好玩呀 不过这上面还有一个长长的滑滑梯,让我走上去 这一个滑滑梯我最喜欢了,它下面没有水就可以直接滑下去 我来咯,怎么回事呀,走上不了方向了 这个太危险了,小伙伴们一定不能来玩呀 哎呀,玩了个乖乖,这个吓死我了 这个滑滑梯太危险了,小伙伴们,你们如果没有技术的话就不要来玩咯 哎,等一等,这又是什么呀,这个水里面怎么飘了一个人 看上去跟我一模一样呀,这水里面肯定有问题 要不然,我们下去看一下 这什么呀,这是一个红色好朋友 小伙伴们,这里面还有彩虹朋友 真的是太吓人了,喂,你不要再动了好不好 不行,我必须得把它消灭掉 啊,我看到你了,就是你,刚才在抓我 小伙伴们,这种水里面千万不要进去 因为这些坏东西在里面我们完全看不到 不过在这里不用害怕,我用火箭弹来打它 哎呀,这个火箭弹打它也打不动呀 这该怎么办呢,我用这一个来炸它 不过用这个炸它也没有用 这个家伙可真厉害,不过我有办法 我把它捞出来放到这里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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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这个彩虹朋友上来以后还想来抓我 啊,我有办法了 我把它放到这个滑滑梯里面 然后,我到前面去等它 哎,出来了 啊,你出来了以后我就把你变成石头 只要用这个碾碾碾把它碾掉 嘿嘿,这样它就变成大石头了 哎,不嚣张了吧 啊,没有想到这么快就把它消灭掉了 看来还是要用智慧的 啊,现在成大石头了 让你欺负我,让你欺负别的小伙伴 我就说这么大一个游乐场怎么没有人呢 哈哈,哎,把它消灭了 这里还有一个跳台 听说只要在这个地方练习就可以成为跳水冠军 也让我来试一下 我跳了 这就是什么情况呀 我直接晕了 小伙伴们,你们千万不要去乱玩水 乱跳下来呀 这样太危险了 看看我,我就是教训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呆瓜哥 今天我们来玩一个新的游戏 看到这个桌子呢 我把这个桌子放上很多火箭 然后我坐在这上面这样的话 它就可以带我飞了 哎呀,撞到墙上了 不过我已经飞起来了 撞上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那今天的节目正式开始 哎,呆瓜哥,我也想飞 让我飞一下吧 没问题,我先把你放到右边 哎呀,我大操人也想飞 你也想飞我就把你放到左边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们两个一起飞了 你们两个是好兄弟 来,倒掃人 给你屁股上放上几个小火箭 哎呀,大操人放火箭干什么呀 感觉好奇怪呀 嘿,你这个倒掃人 懂不懂呀 不放火箭你怎么飞呀 就用这个绳子把你们两个绑起来 这样你们两个就可以一起飞了 哎呀,呆瓜哥,我好怕怕 没错呀,呆瓜哥 你没有搞错这样的话 我们两个不就撞到一起了吗 放心吧 你们两个不会撞到一起的 顶多是抱在一起 哎呀,我不想飞 哎呀,我就说我们会撞到一起吧 没错呀,呆瓜哥 你把我们嗨惨了 好了好了 你们两个不要吵了 你们不就是想飞吗 来,我给你们做一个仙人掌火箭 在这个仙人掌底下 放上了很多的小火箭 这样的话仙人掌就变成超级大的仙人掌火箭了 接下来把你们两个绑在这上面 这样的话你们两个就可以真正的飞起来了 走喽 哎呀,我真正飞起来了 哎呀,我也飞起来了 喂喂喂,你们两个不要飞得太远呀 我的乖乖,连个毛都看不到了 哇哈哈哈哈 呆瓜哥,我也要飞,我也要飞 哎呀,我去你这个小鸭子也想飞啊 看好了呆瓜哥,我从这上面飞下来了 哎呀,呆瓜哥,我也想飞 什么玩意儿,你这个猪头也想飞 来,先给我们表演一下,从这上面飞下去吧 哎呀,你搞什么呀,我不是这样飞 哎呀,哎呀,我不要这样飞呀 算了,呆瓜哥,我不想飞了 哎呀,这就对了嘛,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飞的 特别是你这个猪,猪是不能飞的,知道吧 好了,让这几个鸭子飞上天吧 哇哈哈,这些鸭子飞得可真高真远,真棒呀 呦,飞到天边去了,看都看不到了 哇哦 哎呆瓜哥,我老牛也想飞 好呀,你这个老牛也想飞,那我就飞给你看 准备好了吗,我飞了 怎么样,你看到我飞了吗 哎呀,你有没有搞错 我是说我想飞,有没有说想看你飞 那我也想飞 什么,你这个僵尸也想飞,你搞没搞错 来,那我就帮你飞在你的脚上放上这个小伙计 这样你就可以飞了,准备好了吗,小僵尸 哎呀,我准备好了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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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飞起来了 好厉害哦 哎呀,这妈倒下来 呆瓜哥,僵尸都飞起来了 我也要飞 好好好 你这头大牛飞要飞 那我就满足你 怎么样 这下飞起来了吧 快点笑 快点笑 我都追晕了 兄弟们 最近我发现 我们家旁边的西瓜摊 换了一个老板 这一个老板长得非常奇怪 他说他是从外星来的外星人 我怎么觉得他在开玩笑呀 就他这样 怎么可能是外星人 你看明明是怪物嘛 喂你别看我长得像怪物 其实我很帅的 我只是喝了你们地球的海水 就变成这样了 我信你个鬼呀 你们这张嘴就是骗人的鬼 你说你长得帅 我看你长得怪 不过你这个西瓜挺好的 十块钱一个 能不能卖给我一个呀 我们这一个西瓜不卖的 你就别想买了 哎呀我想吃一个西瓜 你还不卖 算了我回家了 你们几个围着我干什么呀 而且你们跟这个老板长得一模一样 喂你们是老板的兄弟姐妹吧 老板你不卖西瓜 也不用这样吧 哎呃 呗呗呗哥你误会了 我哥哥他是要把这个西瓜送给你呀 我们只送西瓜不卖西瓜的 哎 你是不是开玩笑 西瓜不拿来卖 专门拿来送了 太好了 看来今天我可以吃到免费的大西瓜了 老板你这是个好人呀 那我就不客气了 这个大西瓜我拿走了 我已经迫不及待的 想回家吃这个大西瓜了 这一个家伙看起来好呆呀 难怪他叫呆瓜哥 他还不知道 我们这个西瓜 是从海里面捡回来的吧 这个西瓜终于拿回家了 哎呀 这个天气又热又渴 让我把它打开 然后吃一下 妈呀 这个东西看起来太香了 哎呀 不好 我的肚子好难受呀 什么情况 我怎么变成一个怪物了 这一个西瓜有问题 不行 我要去找他们去 我要问一问他们 到底怎么回事 老板 你这个西瓜吃了以后 我怎么变成一个怪物了 嘿嘿 呆瓜哥 这一个大西瓜 是我们专门放到海里面 泡了七七四十九天 拿过来的 吃了以后 就会变成怪物 你看你后面的那些怪物 他们也是人类 但是他们吃了西瓜 就长得跟我一样了 你看你 长得真丑呀 比他们还丑 哎 我不要变成怪物 有什么办法把我变回来呀 我不想这么丑 告诉你吧 你在这里帮我卖大西瓜 只要卖出去九十九个 就可以变回来了 哪里 啊 要卖出去九十九个大西瓜 那不就是又要害九十九个人吗 这可不行 我得想个办法 把这些西瓜全部消灭掉 那我就自己吃掉吧 只有把他们全部吃掉 这样就可以少害一些人了 不过 这个老板肯定还会去害更多的人 我不能让他得逞 他们正要坐着飞船到别的地方去 我不能让他们离开这里 那 我就用这个飞毛腿导弹 打他 打了一下不行 那就打两下 这下把你们打成碎片了吧 哼 虽然我现在变得很丑 但是 我也不希望你们去害更多的人 只要把你们消灭掉 这个世界就没有坏人了 哎 什么情况 我又变回来了 兄弟们 原来把这些坏蛋全部消灭 我就可以变成正常的杰克 哎呀 呆瓜蛋杰克 真帅呀